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刚刚那些没有给我撑腰的人 我就不会再给你们撑腰了 小作精于书欣也是选秀类节目的话题人物 她的性格在《请你二离》一开始受到极大的争议 爱的人很爱 厌的人很厌 然而在不久之后 不少人都对她的性格真香 出台表演爱你可爱爆棚 刻意请老师到剧组学习 意识到自己不适合当队长主动推出 她多但不招人烦 自带全粉体质 要论邵明镜被diss的如此之惨的原因 那还得数一公最带感事件 韩美娟当面对邵明镜 这真是承包了M君一年里最恶心的事件了 怎么个恶心法 接下来细细分析 在队友认真练习的时候 她在疯狂打岔 在自己做错动作的时候 她在计较对错 这是多恶心的程度呀 大哥 但凡你厉害一些 哪有功夫在这里嘴顿哦 这是想给自己安置一个 大感 毒蛇 傲娇 高贵 冷艳的人设吗 还称自己是real担当 瞎子也能看得出 你是想来靠综艺感红的 好吗 然而人间真实韩美娟看穿了一切 但拒绝配合明明表演 我可以拿我更多谁去看 上次我有点想吐 太恶心了 邵明明想查她 美娟冷酷地拒绝了这口绿茶 这简直像极了一场后宫大戏呀 故事发展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美娟后期接受采访时 唯独没有提明明 美娟牛啊 M君看了只想大喊一声 干得漂亮 由一说一呀 明明的镜头感还是数一数二的 百音必有果 你的报应就是我 说实话 创四只不过是一个综艺 选手们的种种行为 也不过是为了出名 倒也不用太较真 这演得好很精彩 演不好就很灾难了 好了 我是M君 爱我你就关注我 爱我你就转发我 都不干你就点个赞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